CEN SAUN的 沒阿小就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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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EN SAUN 今天我要在這裡 分享一個簡單的話題就是 我們該跟設計師如何溝通 會分享這個話題之前就是因為 我在很多的影片下方 有很多人問我說 我要該跟設計師 怎麼說 在這裡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的客人來找我 常常就坐下來跟我講說 我適合什麼 這句話還蠻有趣的 這種感覺很像在考一個設計師一樣 大家一定要先想清楚 喜歡跟適合是兩件事 如果今天我跟你說 你適合剪個大光頭 你會要嗎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中間有一個BUG 那就是喜歡跟適合是兩回事 除非你今天喜歡 你才會想去剪一個那樣的髮型 可是如果今天一個髮型設計師說適合你 但是你卻不喜歡 那這一個的溝通 它就是一個不成立 不成局的一種溝通 所以大家開始思考一下 我們當今天要提出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點邏輯的去提出 那在這裡給大家兩個方向 第一個 先找到你喜歡的髮型 先找到喜歡的東西 先把範圍縮小 那二 那找到自己喜歡的髮型以後 再勇敢的跟設計師提問說 適合不適合 那如果適合那當然最好啦 那就是照這樣的方式去進行下去 那如果不適合呢 就是把這個不適合的髮型 去做一個有效的調整 找到最適合你的方式去呈現 那接下來 我們就去示範一個 何謂正確的提問 跟不正確的提問 今天有什麼想法咧 幫我看一下我試了怎樣的髮型好不好 來大家要知道 適合跟喜歡是兩件事情 因為設計師他本身也有對一個東西的好惡 因為我們是人嘛 所以每個人的美感跟生活環境都不同 所以對喜歡的東西就會有所不同 因為美感的不同 所以他最後所達成的結果 可能就不會是你們想要的 所以這樣的提問就是一個沒有邏輯的提問 而且他出現的結果會產生很大很大的差異 就等於說設計師跟消費者之間 他就呈現一個平均線 他們沒辦法對到相同的點上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兩者之間是完全沒有畫面 也沒有默契的 他最後所產生的結果就是 抽樂透一樣 最後結果並不是你喜歡的東西 兄弟今天有什麼想法來 片長幫我看一下我適不適合這一個髮型 那這樣的提問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提問 因為先把你喜歡的東西 先把範圍縮小 那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有效的提問 設計師他才能把整體的範圍縮小 要不然就會天馬行空 就像我前面講的 兩個人永遠都會在一個平行線上 因為這樣的提問 絕對會比你直接問設計師說我適合什麼 還來得有效、有意義 而更有幫助 今天有什麼想法咧 沒想法 那你都沒有一些喜歡的一些東西嗎 都沒有 我是覺得啊 其實 找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把這個範圍來縮小 因為這樣子的話 比較能展現你個人的特色 而且你出來的結果 也比較是有可能是 你比較會很接受、很喜歡的 不是啊 可是你那麼屌 那我就給你用就好了啊 這個更嚴重 除非今天你跟設計師真的是熟到不行 或是很有默契 要不然的話 就是在賭一把 那當然啦 有些設計師其實他經驗非常的老道 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去詢問你 把你喜歡的東西 去慢慢的把它探討出來 因為有些設計師 完全如果這方面的經驗不足的話 他就會卡在那邊 他不知道要幹嘛 那有一些有經驗的設計師 他可能用從旁側擊的方式 慢慢去抓到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才給你一個好的方向跟建議 可是大家要知道 因為這樣的溝通來講的話 你們會把時間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這樣的結果很可能就是驚豔 要嘛就是一翻兩瞪眼 不是你要的東西 欸 兄弟今天有什麼想法 Case 我想剪那個金城武的髮型 可是他我比較在意前面 就是瀏海還有併腳的地方 然後我不希望就是整個感覺頭髮太多 你知道嗎 會感覺比較像宅男 對啊 你有什麼比較好的建議嗎 那 你瞭解我意思嗎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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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提問是一個非常棒的提問 因為我會把範圍縮到 小到幾乎是沒有誤差 而且最後的結果 都有可能是你所需要的 除非今天這個設計師 他的本質學能是不足的 他跟你溝通出來的結果 最後他在技術層面沒有達到的話 那當然他是失敗的 可是今天所討論的話題是 如何提問一個好的提問 那說到這裡 最後我還是給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該如何跟髮型師做溝通 一個大方向大家一定要記得 絕對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丟給對方 就是所謂的設計師 因為他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都會很模糊 那第二個就是 先找到你們喜歡的髮型 再去做一個有效的提問 因為畢竟設計師他也不是心理醫師 有很多人會講說 設計師就是專業啊 對 專業歸專業 專業跟心理是兩個層面的 我們今天如果走進沙龍的時候 也只有短短那幾分鐘 一個設計師他一開始 真的沒有辦法在十分鐘之內 知道你的好物 大部分的設計師 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見解 他都會有認為 你適合怎麼樣的髮型 一定一定要先去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勇敢的表現出來 告訴設計師 就算再蠢其實也沒有關係 如果今天設計師 他是個專業的設計師的情況之下 你提出的一些可能比較笨的問題 我相信 專業的設計師 都有辦法去用非常有邏輯的方式 去幫你們解答 那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那今天Cent想要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對我的影片有興趣 或者是說有其他疑問的話 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嘿 各位朋友 各位鄉親 如果你看我們的影片 就影片不錯的話 請點個贊 訂閱跟分享 開鈴鐺 就這樣 掰 嗨 欸 我們要跟你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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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嗎 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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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